突破不灵往上走 不破关键我不走 大家好我是富裕老师 不灵短波段 是我认为最适合投资朋友们的操作方式 要如何实战应用 请收看我每天的节目 在此之前 欢迎各位先加入我的 LINE家族 小小鼠REACH588 有更多的资讯与你分享 你将成为股市的赢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富裕之路 我是富裕老师 各位你有发现 我常常讲一个分析师 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说 预告逻辑操作 预告我会有没有预告在前 其实这礼拜 你有没有发现盘氏都在我预告中 近期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们这边大约在端午节前 就在这月线附近整理 那我认为以时间坡的观念来推断 接下来会再创新高的时间 是在端午节之后 我最近都一直这样讲 对不对 那你看早盘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大盘 早盘杀了快100点 而且杀身隆隆 为什么说杀身隆隆 很多人会跟你讲 AI股倒胎了 AI股完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昨天很多很强的 被称为黄仁勋先生背板概念股 各位什么背板概念股 就是他去演讲的时候 在他后面背板上面 有些公司出现了 之前被大家忽略 那这一两天非常的强势 大涨上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大涨包压爱讯今天跌停板 易登也差不多跌停 圆钢也跌停 夕阳也跌停 好很多人就跟你讲 这AI已死 对不对行情要结束了 因为他们都在找牌的时候 很多开高走低 震荡幅度非常的剧烈 那这些股票 第一个福祉老师 没跟各位做推荐 你也发现 福祉老师不是那种掌停板播报员 我们有做什么股票 我们有在家族预告的 我有在会员操作的 我在节目上才会讲 对不对 那很多的这些股票 其实在昨天之前都相当的热门 很多老师昨天也拿掌停板跟你表演 但是今天各位一天整个风云变色 但是你想想看 刚才福祉老师跟你说的 很多人讲AI已死 因为就是这几档股票 对因为突然大家发现原来 他们也是回答供应链 那这些股票因为今天 很多昨天涨停今天跌停 那AI就结束了吗 各位AI没有那么廉价 这是一个整个产业的大趋势 不会因为几档小标股 对然后因为他们短线几涨很多了 你看像这些这种股票 各位短线涨那么多了 那这利多出来的大家也发现了 原来之前忽略了对不对 原来很多他们也原来都是 回答供应链 好那今天跌下来 第一个难道回答这个公司 就回飞烟灭了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我想讲 很多因为之前都没达到AI的 对 就整个大行情 看到一点点就在鸡蛋里挑骨头 看到这些股票 今天就发生这种巨大的变化 所以他就跟你讲 这个AI股完了 但是傅老师认为不是 我认为AI的大行情还会持续 而且我这样讲 这些股票的操作 我讲为什么我一直讲 布林短波段是我认为最适合投资朋友的方式呢 你本来很多涨多的 你本来就开始找卖点 那为什么像这些股票 我这样讲 你都在新闻那种报章杂志看到说 大家都知道 对在背板出现了 其实很多股票包括像昨天的广运 都有说很多利多出来了 广运的老板 然后跟黄仁钧先生也吃了饭 然后整个 大家就是整个就是大家已经看到了 整个利多都出来了 我们短线一定会先走一趟的 所以为什么我跟你讲 为什么要做短波段操作 就是如此嘛 好 回到主题来 我会跟各位讲 来你看我最近说我认为在端午节前 这是你最好的布局时间 为什么回到月线强势做完整理 我认为还会再上 各位从4月19号 我帮你掌握整个行情 对不对 我说来我们看大盘 外资大卖超回撤季限 你看我那时候节目就跟你讲 我认为是绝佳超级大卖点 好 一路掌声上来 每个波段每个波段 我都帮你做一个分析 对 短波段做操作 我们通常以10个到20个交易日 为一个基础 之前各位上一个关键点 我说母亲节前 我认为就会涨 因为对比去年 要复制五六七月的大行情 那我以时间坡来看 我说母亲节后 对 会涨 对不对 各位你也验证了 好 现在端午节前 我也跟你讲了 端午节前我先来规划 就是大盘在这边 为月线强势整理 接下来还会再上 那时间点就在端午节后 所以端午节前你该做什么动作 我测标写很清楚 布局节后的一个期涨股 在母亲节到端午节这段期间 你看到我们操作很多股票 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很多人错过了 包括我刚才讲很多 就是所谓AI酸 对 错过整个大行情 接下来 他们现在看到一丁点迹象 就跟你讲说这AI股没救了 真的吗 我觉得还很棒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觉得时间点 有时候非常有趣 我说我根据时间坡来看 我说现在是主身段第三上涨坡 这我已经预告很多次了 我主要包括从4月19号 对不对 我说这是第二次回车季线 接下来是第三上涨坡 那每一个波我都会再根据时间坡 做一个短波段的一个规划 好 我现在跟你讲说来端午节后 我认为会再上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端午节后的大事是什么 端午节6月10号 大概6月11号我们的凌晨 将要发生这个大事情 Apple全球开发者大会 将于台湾时间2024年6月11日凌晨登场 好 其实这一次的大会最主要 我把各位把最大的内容重点在这边 第一个就是它新的一个作业系统 iOS SPA 深层它有特别强调 深层是AI人工智慧相关运用 在这边即将出来 所以它现在大家称它叫做iPhone 各位il变成AI iPhone 很多人跟你讲 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要讲了 这很多人的错误观念 说AI涨很多了 AI股很飙 对所以不要买AI股 去买苹概股 各位这个真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错误的观念 没有他们宣传的重点 明明就是接下来 苹果要怎么AI应用 这也是大家目前的焦点 我这样子很肯定的讲 AI不死只会新生 你认为很多涨多的AI股 对 我也认为要卖 包括我们近期的处理 卖掉了很多涨多的AI股 包括机器人 然后包括低加的散热 这我在节目都有讲 但是我觉得AI股这个题材 不会因为一些股票 直接最近跌下来之后 就整个都结束了 当然不会啊 那瓶概股 各位瓶概股难道不是 接下来新的题材AI股 当然是 而且就是我跟各位强调的 他们就是低级期 即将期涨的AI股 各位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有 对不对 我说AI是最大的重点 接下来我还是很看 各位跟我一起爱台湾 对不对 AI 爱台湾 主权AI 这个概念你也看到 我在4月份率先提出 我认为接下来最重要 所以不管当时很多人跟你讲 爱台湾 护台湾概念股 是所谓什么重点军工 那你看他发现 现在都没有人要提了 对 那是主流的AI 尤其台湾要被全世界看到 你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台湾 还是在AI产业 你还是在这一块 端午节后 对我认为 还是长这个族群 好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近期的操作 我常说预告逻辑操作 预告我跟你讲 我说了端午节之后 我觉得还会再上 对 但是重点是你要用对方法 我跟各位讲 没有不会涨的股票 很多说怎么自己买的股票 永远都不会涨 重点是用错方法 只有不会涨的方法 你的股票不会涨 那就是你用错方法 对不对 很多股票你后来发现 对为什么会动 各位注意我跟你讲的 来突破布林往上走 任何好股票 对不对 再优秀的股票 在它在布林轨道内的时候 很难操作 但是开始往上突破之后 它就是转强的迹象 这时候你就要特别去注意 所以来你看 我常常举这个例子 为什么鸿海105 鸿海105买的会跳舞 这我们三月份的代表作 为什么在3月4号 鸿海突破布林之后 鸿海大牛股会变成斗牛股 各位你去想想看这道理 我跟你讲的方法 就是连这种最大型的股票 都能操作 所以很多小型的标果 当然自然也能够驾驭 还有鸿海这样子 你看在轨道内的时候 你不应该去做操作 因为再好的股票 在这边你会被折磨的 上去又下来 包上去包下来 到最后你就是耐心完全消失 还记得我跟你讲了吗 来 鸿海在这边 我都没有去带会员买 但在3月4号开始转强之后 你也看我在节目上一直跟你讲 好 每一个短的一个转折 我也都有做提醒 那鸿海是我们现在核心持股 而且你看 接下来很多人讲 它第一个它也是AI股 AI伺服器 然后接下来平概股它也有 题材它都有 而且我说这是相关的 接下来平概股 很多只不过是低基期的AI股 这个观念各位 你一定要记起来 好 那近期到昨天 各位昨天 因为最近压下来 很多人又跟你讲 其实他们也没赚多少钱 很多人是在这种 160左右进来追价 上去就跟你讲说它好棒 但是你看一下来之后 信心都没了 一下就跟你讲全部卖掉 什么大胜获利了结 各位真正大胜是谁 各位你能不能在105买 各位你105买 你现在才有资格说你是大胜 好但是我这样讲 我们以短波断错操作 这之前我已经觉得 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 我不会再拿这个成本 来跟各位做比价 近期我来 昨天我跟你讲 我说最好是回到修正道 这边下云 我们会在进场做买进 有没有 我昨天的节目说 我还是很看好鸿海 对我还是很看好 但我预告 我说一个分析师最厉害 你要预告 我说到下云 我希望有这个机会 你看今天一下就回文 这好的股票大家都很喜欢 我也希望再带新的会员 再做布局 因为毕竟没有时光机 有时光机我们就回到3月4号 105跟我一起进场 没有时光机 我们就只要短波段 有机会继续做操作 对我们短波段操作就是如此 常常我都预告在前 对不对 我都跟你讲 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做操作 好 我们来看 你看鸿海是这样做 突破不灵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近期 广运 今天第一天突破不灵 有没有 各位我们变来变去 一下突破不灵 一下KD 然后MACD 怎么跟你一直变来变去 没有 绝招就是一直不断地重复使用 6125广运今天第一天突破不灵 我写在家族 各位希望各位 你可以加入我的家族 小鼠绿曲588 你可以跟我们家族朋友 现在有4000多个人 一起在节目验证 不知道是讲的 有没有骗你 对不对 5月20号我就在家族 各位这是第一天 第一天你一定买得到 我相信当时是95.8 刚突破不灵的长商引线 并不是负面讯号 我认为有机会再度挑战新高 有没有 讲得很清楚 同样你看到 鸿海是这样使用 广运也是这样使用 突破不灵第一个 然后长商引线 我认为没有问题 对不对 各位不是在第二天 涨停再去马后炮 并不是 我们讲完之后 各位你都有机会再买 对不对 来开盘震荡继续往上一路的 要涨停 我相信我家族朋友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隔天压回来收黑K 我还是继续跟你讲 来对不对 我说突破不灵之后 突破三日低点都 问为强势的延续 这我一直讲很清楚 来523继续的往上冲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是突破不灵往上走 继续沿着不灵一路的上攻 那这你都可以做见证 好重点开始来了 涨了那么多 各位拉伸上来 包括在这边震荡 各位这边震荡的时候 我在节目一旧跟你讲 529我还看好 这边我还看好 各位不是说每次跌 我就跟你讲说要卖 并没有 我那时候还说看好 而且有家族朋友问我 我说记得 再创新高的时候 你要跟我记得 至少部分获利 你一定要先走一趟 我相信有在周末 问我广运这档股票的这些朋友 各位你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对不对 服务老师是不是这样跟你讲的 来6125广运 5月31号 那时候我特别分析 为什么我要讲 因为那时候出现这个新闻 对不对 黄仁勋先生很厌勤 供应店很多老板 包括广运 对这之前大家忽略了 所以后来他特别涨得很凶 对这之前大家忽略 然后所以后来再涨停 来再度涨停 连续冲出完 但是就像我刚刚一开头 我说你刚刚看到很多 所谓的黄仁勋背板概念股 接下来续涨两天之后 为什么会掉下来 今天为什么很多 开高走低杀到跌停板 因为第一个涨多了 第二个题材已经出现了 力多的题材大家已经知道了 短线一定会出现震荡 所以同样的原理 来6月4号 6125广运 对在137人的时候 我们试驾获利做卖出的动作 昨天我有跟各位用了 如何隔日冲的方式说 为什么我在这边 对看到机会做一趟卖出 因为前一天我们就已经决定 要做一个卖 对前一天在这边的时候 他应该一根锁死 我想说还会有开高 可惜是没有在开高 但是在震荡的时候 我们过平盘 我们就先做一趟卖出 我们也没卖到最高点 但是我依照我的操作习惯 我讲 有买有卖才是真实战 很多人一路的跟你讲 对 然后包括到广运 然后现在也不会跟你讲 他要不要卖 他可以留着 等到以后广运再创新高的时候 他就说你看 我就跟你讲 对不用卖 对 然后可能他手上 100档股票可以表演 买过都算他的 但是我们先卖 那我昨天有讲 来回月线这边 有机会 我们会再做买进的动作 那像这种 我觉得 我们要散热等等 都是未来最重要的 对不对 黄晓鑫先生有讲 接下来什么叫做 AI的PC 他到底为什么PC接下来升级 到底要升到怎么样的程度 他说 对 就是能源消耗增加3倍 但是算力可以增加100倍 那所以接下来对散热需求 会非常非常大 因为你人员的消耗还要增加 但是如果你能控制这个消耗 各位你们想想看 未来的算力 能帮人类增加多少的应用 所以这个趋势 竟然没有截止的时候 我们接下来碰到这种 就跟我一样 短波段做操作就好了 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股票 对今天还有在创新高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操作 还有什么样的机会 广告回来我请各位 跟着我们一起做布局 那现在有个最好的机会 你跟着我们一起上车 5月5清端午 大家也知道 这是三大节日之一 所以我们特别推出 五五感恩大回馈 想跟上我脚步的 把握节钱的机会 广运实权 富桥全面大涨 特别推出 端午节感恩大放送 今天入会 全面五五折大游会 今天入会 全面五五折大游会 标股即将进场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刷车线02-2752-5868 陈东东顾杨老师 顶持成功三要义 简易戒律高效率 独创短铺段获利法 带您买在起张点 卖在转折点 让您掌握投资成功的方向 实现财富自由的梦想 富裕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到节目现场 各位 现在大行情真的来了 你看我从去年10月31号 跟你讲说整个主身段都来了 那你有发现主身段很多人 也是没有赚到钱 为什么 因为用错方法 对于你最好的操作方式是什么 不灵短波段 各位记得这两句 突破不灵往上走 突破关键我不走 我们用的方法 各位什么叫绝招 就是碰到所有状况的时候 你碰到所有股票 你都是一样的操作方式 对不对 看一下我们今天 在家族跟各位讲的 这讲很久的股票 今天再创新高 我们来看一下 1815的富桥 我们什么时候做预告 在这边 我不是涨上来的时候 才跟各位分析 说为什么涨 我们在这边就做预告了 对不对 来看一下 5月9号1815的富桥 5月9号 对不对 这档股票最近非常的强 但我们早就先讲 昨天突破不灵 今天拉回人在轨道之上 有没有 5月9号的时候讲 5月8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提前做预告了 为什么 因为窄口黄金交叉 对不对 所以今天第一天突破不灵 好注意啊 我说被大家忽略的AI股 很多人不知道 对 其实富桥也是AI股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边 各位你看这根黑棒 5月9号压回了 这时候你看到可能毫无头绪 毫无迹象 但是我已经跟你讲了 这边是窄口黄金交叉 这边是第一天突破不灵 之后整理也没破三日的低点 连续在这边强势做整理之后 开始一路往上拉 你看沿着方法也都没有变 再继续往上冲 你就是要复制这样的模式 对不对 你看从我们先做预告 那很多人涨上来讲 对不对 但是你看富桥连续喷上来 你有抢先做布局 对这些就是你的 那你也不用去做追高 因为你在低档先做好布局 突破不灵之后 他就是一路的往上冲 你看连续的冲上来涨了40% 我认为还没有结束 在这边做震荡的时候 我认为还会再创高 我在节目也有讲 好现在再创高 那富桥涨那么多 那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涨了40% 叫你去再去做买进 很多人也不愿意 那你想想看 那你要再做什么方式 一样你把资金撤出来 去布局低档的股票 其实富桥我们怎么做发现的 第一个其实之前涨的 先涨这档 先涨要滑 要滑涨完之后 后来资金开始换富桥 因为他们是母子公司 他们的连续性 那富桥接下来还会到哪里 其实各位你去想想看 富桥还有下游产业 当富桥开始转好 下游你都要特别去做注意 然后我们看一下 像台光电 还有台药 还有联帽 那这三档 我会去布局哪一个 我相信会员会知道 但是其他资金 各位你要记得我刚才讲 其实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资金的一个顺序 先从耀滑 然后再到富桥 现在到某一档 那这一档我们会做一个布局 你想要跟上脚步 其实还都在第一档 还在整理 那我觉得接下来都很有机会 会复制 耀滑富桥 那耀滑你看我们之前 已经先赚一段 现在富桥是第二段 接下来还有一个 对一段又一段 这就是布林短波段 你看我们最近预告的 来包括像来3362的先进光 5月16就预告了 其实这档股票 我在家族也是讲很久 那5月17号继续讲 20号 29号 一路讲 我在家族都一路讲 那为什么要讲先进光 各位你看最近的盘式 其实很不好做 对不对 看你怎么符合 符合老师跟你讲的 对不对 大跌先压回来这一大段 第一档整理之后 窄口黄金交叉之后 开始突破不离 那今天你看是续创 这种短波段的一个新高 整个大阪下也在拉回 在月线做强势整理 那种布局的很多股票 已经开始转强 已经开始往上了 对不对 这个家族朋友都可以做见证 来看一下 3362的先进光 今天再创下波段新高 27.5对不对 是不是继续前进 这个股票 你看看什么叫短波段 其实这个股票我在1月的时候 在家族就有讲过 对不对 这我那时候也带会员去买 1月23号在183的时候 那我相信家族朋友 都可以帮我做见证 1月24号的时候我就讲 那这个特别去做提醒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因为1月的时候在这边 各位183在这边 好 这边的时候突破 我们做完这第一段 那压回来 现在出现第二段的时候 很多老师会怎么跟你讲 他会以这个作业它的成本去 他不会改 那这个就是 富裕老师跟其他人不一样 因为他永远就是以这边为认定 他就说我1月就跟你介绍 你会发现很多人解盘 都是这样跟你讲 但是对你有什么用 对不对 就像鸿海105 你现在回去买得到吗 你也买不到啊 你现在该注意的是这几天 你该怎么做操作嘛 那我们现在这几天是怎么做 各位拉回来回去修正 从这边开始突破转枪 我再跟你讲一路往上 所以富裕老师不会那么无聊 对 变成1月成本 拿来套在现在5 6月 不是吧 当然啦 短波段就是要这样做 那我接下来有很多 我们现在布局 很多股票就是押回来 然后开始第一档整理好 要突破 突破布林 各位跟着我们一起一买突破 一买突破最重要 突破布林往上走 趁着现在大盘 对没有飙涨出去 我觉得飙涨出去之后 再叫你追股票很残忍 就像你现在涨40% 再叫你追富桥吗 但不是嘛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现在制作刚好 要刚刚好整理好 要突破布林的这些股票 跟着我们一起上车 现在5月5在节前 你最好的布局时间 5月5感恩大会客 对 接下来我们要即将布局的 赶快跟上我们的脚步 拜拜 拜拜